春天怎么能少得了吃香春呢? 今天在超市买了一小把香春 现在的香春还挺贵的 这一小把也要13块 看着这个杆很粗壮了 现在要把香春摘一下 用手指掐一下上面的杆 有一点点硬了 用剪刀把上面粗壮的杆剪下来 其实香春有很多种吃法 小时候吃香春 经常用开水烫一下 今天给大家分享 香春炒鸡蛋的正确做法 摘好以后放进盆里 里面倒入清水 把香春抓洗干净 然后放入开水中 炒水一分钟 香春叶子 经过开水一烫 迅速就可以变成绿色 不要焯水时间过长 烫一下即可捞出来 放入冷水中过凉 这个时间准备一个小碗 里面打入适量的鸡蛋 把鸡蛋液搅拌均匀 香春过凉以后 现在不烫瘦了 把香春挤干水分 再把香春切得碎一点 切好放进碗里 把鸡蛋液倒入香春里面 搅拌均匀 里面加入半勺石盐 搅拌均匀 只拌一把蒜苗 把蒜苗切碎 切好放进盘里 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热以后 把香春鸡蛋倒入锅中 炒至鸡蛋凝固 把青蒜苗倒入锅中 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香春炒鸡蛋 简单家常又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吃香春炒鸡蛋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做吧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点开图像可以看到更多哦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